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努力的撑到今天 如果不是所有的 打扶的义务律师 还有工商协会 还有很多大学大专院校的老师 同学 志工的方法 你们真的不能撑到今天 可是我们撑下来了 非常感谢所有的人 但是 郑重呼吁 所有RCA的员工请你站出来 勇敢的站出来 你不站出来 我们要原谅RCA这个公司 这个可恶的公司 它让我们破坏了 我们的RCA厂址以外 不只是RCA的厂址 还包含了 污染已经迫及到四周 方圆七公里面都受污染 包括水和土 我们一定要讨回公道 不但要替自己 委屈所有的台湾的所有的人民 请你们勇敢的站出来 请你尽快的 在6月19号以前 拨打3369885 还有3367791 这两支专线 我们每天都会有人 派人在那边 在接电话 RCA他们审是付赔偿责任 可是起义确定没有 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接受 我们认为起义 其实比他们审还可恶 那么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会员 都还没有来得及加入 甚至有的人都还不知道 那因为判决胜诉之后 他们因为那次 真的报纸电视都有了 所以有些人是因为这样才看到了 或者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才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们就很紧张 赶快打电话来问 可能你诉讼过程里面的一些相关资料 资讯 甚至可能当时是你的亲人 在RCA工作 那么已经罔顾了 那可能要制作一些相关的继承表 那么我们都会有专能 我们还会有律师团 在这边来协助大家 所以我们呼吁RCA的员工 可以尽量在我们的时间内 利用这两支专线电话 来寻求协助 那么在整个审查的这个机制上面 我们会用最简便的方式 完全不会额外增加任何RCA员工 要去取得什么财产什么的 我们完全不做这方面的 我们是一个非常完全非常便秘的一个程序 对于台湾将来的这一些公害的诉讼 是一个指标性的 那我们希望在现有一审的判決技术底下 那么可以透过诉讼的程序 更加切力将来整个台湾 环保诉讼的一些雕竿 在RCA公司的桃园厂 总共有三个厂 有一厂两厂三厂 那基本上大概就他们的回忆 他们是三班制三个厂 最少有八千九千人左右 多的时候一万人 或者一万两千人这么多 所以陆陆续续有人会变动 因为当时有建教工作 所以其实有很多是 一些学生还很年轻 那他可能一段时间就走了 有的任职半年 有的任职两年 有的任职真的更短 所以这个前后的长达五十九年开始到 这个八十一年 这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的劳工 可能到底有多少人 可能要再算 数万人以上一定有的 日本的最高法案甚至认为说 当一个厂商非常不负责任的 非常出力的非常不好 非常有这样的情况的公司 不可以使效抗辩 不可以说因为居民或劳工 时间过太久不能来告 反正现在讲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案件 我们当然也有这种服装 因为R谢公司 这种比较讲的 比较直接的话就是破坏 为什么坏 因为它其实早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工厂 这样类似的工厂 其实当时候美国的防保法力 已经到一定的程度 是不可以用这些有机东西 或者要用这些有机东西 一定有一定的规判 台湾没有规判 当时候可能规判不住 或者有规判 它也规判 它明知不患 到现在土壤地下水还没有整 土壤整治OK了 但地下水还没有整治好 人的部分 脱产 它脱产的金额 严比我们请求的金额还高 我们请求27亿 它脱产出去是32亿 大概有30亿 奇艺公司跟Thomas的公司 那奇艺公司 我们都很好奇 为什么Thomas公司要赔偿 奇艺公司不要 因为在民火745年的时候 它的母公司从R7公司变成7公司 77年又从7公司变成他们什么公司 理论上他们什么公司都要负责 那7公司也要负责啊 那7公司后来我们发现判决 受到判决数以后才发现说 它说因为7公司好像没有那么多 持有台湾哪些公司的股份 好像只有几股而已 占的比例很低 其实错了 它其实7公司除了直接持有台湾哪些公司之外 也间接控制一个公司 那公司控制台湾哪些公司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利用各种可能 让台湾的一审判决 透过世界的和国际的一个网络 能够让大家知道 他们什么公司该负责还没有负责